冠冠 變成一個空檔外圍的出手機會 在這一球的爭搶上面也是有很多哨音 這邊裁判是要馬上去控制場上球員的情緒 蘇一進應該是在卡位的時候 有一點點火氣 應該是感覺是被對方 在防守的尺度上 這一下後面的動作這個很不必要 這個應該裁判要馬上檢視 這邊應該是要來裁判老師應該會來 再重新檢視一下這個動作 應該是蘇一進剛剛雙方在身體接觸的時候 認為自己有吃虧 對呀 但是後面對後面這個 灰塵的動作就真的 這真的是沒有必要 再三名裁判老師重新討論一下 因為剛剛已經直接是吹了違反運動道德犯規了 沒錯最後還是吹的是蘇一進 這邊是違反運動道德犯規 對於子弟兵 是肯定不希望有這樣子說有太多的動作 反而可能有可能造成受傷的情況 對而且這剛剛這是有點被鏡頭帶個正早 這個動作真的是很不應該 對 蘇一傑總經理也是來跟裁判老師做一個溝通 以及確認 所以這也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這次在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雖然是在祭前給大家一個 算是交流的一個比賽 但是每支隊伍感覺起來 其實並不是單純只是想練兵或者是暖身 他們對於勝負或者是場上的每個動作 都還是做得非常的積極 這一下的動作真的是很不應該 其實如果是按照是這樣子直接尻下去了 這其實應該是可以直接奪拳出場 這球應該是裁判老師應該會看一下子喔 感覺這一個卡位 蘇一傑有一點點上頭了 這場邊馬上是給了一個U網 其實是沒有讓衝突進一步的擴大 沒錯 第一波即時的處理 裁判老師是處理得非常的好 所以最後還是宣判 蘇一靜奪權出場 經過剛剛再三的指示確認之後 畢竟這個動作確實真的 吹奪權這個是沒有什麼好講的 沒有問題 對 因為這是確實是明顯有攻擊的一個動作 對 很蓄意的朝對方的頭部一下攻擊 這個即便是近年這幾年 在籃球場上這樣的動作其實就是 極刑 這是沒有什麼話 沒有什麼好講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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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